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普时刻,我是主持人项羽。 美国疫情形势令众多天普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父母担忧。 上周五,天普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陆续收到了中国驻纽约大使馆通过天普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发放的健康包。 其中有医用外科口罩、KN95口罩、消毒湿巾、莲花清瘟胶囊、应急手册以及大使馆给留学生的一封信。 中国学生会通过填表报名的方式统计了天普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数量。 这个星期,天普时刻有机会采访到天普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陈俊冉。 以下是他对健康包的看法。 发健康包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现在因为出去买菜啊,或者说你说出去跑步,就是有时候可能到人比较多的地方,大家心里都会比较紧张,因为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健康的。 所以说我觉得发健康包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也希望就是在现在在美国回不去国的所有中国学生能领取到这些物资,然后也会觉得在这里待着很安全,然后出门买菜或者是运动的话, 也会觉得很安全,这是我们最大的宗旨。 多谢您收看今天的天普时刻,我是主持人项鱼,更多内容请到tempoupdate.com或者facebook,instagram,youtube,ortwitter。